我心願願ą过 我跟你講,我要對你的酒精 職格一年 陳靜芭蕾舞學院夏日聖誕的芭蕾 又和大家見面了 再次歡迎各位光臨 我是主持人曉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家家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仔 記者請歡迎 4.se, Caleb Bruder 在此是國所有許多次開展我們 您是否先生们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宏村市长 Mr. Roderick Philip 为我们上台致开场词 有请 您好 我愿意来到这里 宏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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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说 当我们来到一遍 当我们来到一遍 我应该先说 我们是在传统地域的国家 我承认为老师的老师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活动 我愿意来到这里 我愿意认为这个节目的活动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 澳洲华夏文化教育促进会会长 华夏文化学校副校长 林斌先生上台致辞 有请 我认识陈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陈静舞蹈学校 一直秉承 这个传承 这个舞蹈艺术 传递美 这样一个宗旨 来办这个学校 我本人呢 我本人呢 是从事这个中文教育 华文教育的 但是呢 我一直始终认为呢 音乐和舞蹈 像语言一样 它有自己的语言 那么呢 舞蹈呢 是通过呢 肢体语言 来诠释美 来把他内心的这个美 和大家来分享 所以呢 它们是美的使者 所以呢 我非常衷心地祝愿 这个 这个陈静舞蹈学校 可以为我们越来越多的 那孩子们 在澳洲的孩子们 这个 在舞蹈艺术方面 做出很好的传承 特别是 也能传承 我们的中国文化 来美 诠释出来 来美 传递出去 谢谢大家 是的 此刻我想 所有的演员 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 沉浸芭蕾舞 学院 優秀的舞蹈演员们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 舞蹈圣院 首先 让我们欣赏 第一张 芭蕾课堂组合 演唱会 一唱歌 李宗盛 演唱会 吉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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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